你好,欢迎收看12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卢宇慧 今天晚上就是跨年夜了,花莲当然也有跨年晚会地点就在东大门广场 全县各大观光景点和市局夜市都会涌入大量观光人潮 而县政府也展开了防疫工作,整个消毒工作在31号持续不间断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从109年3月发布新冠肺炎超前部署之后 花莲线加强维护公共区域环境安全以及防范新冠肺炎病毒 并且降低支撑的几率,自承认疫情消毒大队企 针对年度各国定期联系假期规划交通场站 人潮聚集、学校以及民众洽工处 其他需要重点消毒地点、实施防疫消毒作业 避免在云南期间回向跨年的民众观光客涌入防疫的破口 有关跨年晚会以及元旦廉假的部分 就是因应疫情升级 以及返乡的旅客会增加 还有返乡的乡亲跟来花莲来的旅客会增加 我们花莲的防疫消毒大队在各公所 还有环保局的一个努力之下 我们在从12月30号开始到1月4号总共有6天的时间 我们针对花莲县我们今年办理跨年的一个场地 包括我们六级重画区以及一些交通场站 还有就是大型营业场所 还有人潮聚集的地方 我们总共规划了93个热点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 那期盼大家能够在这个元旦的假期过一个好的新年 现场局势也同时也会获了房子或公共产业或是各个摊山成为防疫的破口 造成二次防疫爆发 公司部门要起立合作防治疫情 并且获得各大营业场所 大众运输业者社区管理委员会等聚焦的地点 务必仍需要依照中央指挥中心定义的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 进行内部常处的消毒 以有效的防毒新冠肺炎的侵入 防止疫情的扩散 共同确保市民们的安全健康 记得继续华社会导